烏二战事爆發 不只國際局勢聲威 連台海關係也跟著很緊張 最近在台東地區 不少民眾在街道和空地就募集說 陸軍的裝甲車輛還有戰車的身影 他們很害怕 以為台灣真的也要開戰了 不過事後陸軍台東指揮部澄清說 這只是一般戰備徵詢 民眾不要太膽心 開設聽音樂 徜徉在綠樹林立的公路上 自施對向車道擦肩而過的近視 沒有看錯就是貨真駕駛的裝甲戰車 一台接一台算一算總共五台 就出現在台東北南鄉街頭 另一頭也有民眾募集陸軍戰車 轟隆隆聲響徹雲霄 而位置就緊鄰市區民宅 近來台東民眾不時在街頭撞箭裝甲車 彷彿能感受到周圍迷迈一股 肅殺氛圍 嚇得民眾憂心戰士在棄 第一次看到 在路邊現在怎樣 路上隨便去你都會看到 就還蠻擔心是不是要開戰之類 因為最近好像看到新聞有說 烏克蘭跟俄羅斯打起來了 看見軍方大動作 民眾又驚又恐 不免聯想到台海緊張的情勢 是否也會一觸即發 軍方澄清是為了落實國防軍備徵訓訓練 每周由裝甲車輛及戰車機動前往重要的防護區 實施演練 守護作戰區的安全 也讓官兵熟悉地形環境 近日社長會台東時報到 然後這部創造福氣